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妹鼓手小紅 嗨 我當然是一個代言的小色是顏瑞 你就是顏夜很可可 我看起來是一個不良少年 但其實 我的內心其實跟我的外表看起來 並不是那麼理智的 喔 對 幹嘛不相信我 看起來就很像不良少年 沒有,因為你當成很純情的好不好 對,然後 拍戲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一開始知道要開始拍戲大概是 就是開拍前一兩個月 然後從那個時候想說拍戲就要很早起 所以我就開始調作戲 然後結果 欸 前一天接到一個通知 欸小紅 你明天晚上12點到桃園來 準備拍夜戲喔 喔 所以我整個12點到那時候 就是我平常要睡覺的時間 所以你為了拍這個戲大概有一個月沒睡覺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想說我早睡早起嘛 可以早點去拍戲 結果我想說第一場戲是夜戲 喔 然後我整個精神超差的這樣子 好啦,見面離給小紅 再來換個那頭的兇 我演的是 剛剛在那個片花裡面 大家有看到嗎 我是一個老師這樣 那為什麼我會到這個學校 其實也是有一些秘密存在啦 那就是我跟查理之間的曖昧情緒 到時候會發生 是曖昧 沒有啦 我覺得中間會有一些好玩的東西 那我覺得大家到時候 一定要鎖定這部新曲 你就會看到好不好 一定要賣個關機 OK 不如馬上證明啊 沒有啦 好,謝謝修 再來黃牛啦 黃牛 哈囉,大家好 我是牆壁的主持人 黃牛 我在終極惡女裡面 是飾演琥珀這個角色 對,然後 琥珀這個角色應該講說 是非常有愛心 然後人見人愛 哈哈 然後我要更正一點就是 大家看到小河 就是說 他看起來好像一部不良少年的樣子 沒錯 他平常的時候就是不良少年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看劇的時候 不要學他好嗎 要大家正經一點 謝謝大家